幽默? 照鏡子吧 你也有的 我是Vivek Mabubani R.V. 一位印度裔香港人 我是做凍都少的 有時人不跟我做朋友 是因為他不太明白我 覺得這些人文化可能有些問題 我免得搞了 免得煩了 就自己走開 但他吃虧就是沒有人請他吃飯 請他吃咖喱 我覺得我個人的價值可以令身邊的人開心和笑 我去到那邊跟人說我的棟棟笑的表演者 他第一個說話都不會問我的名字 是馬上說 說個笑話來聽聽 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沒有其他職業會這樣做 沒有人會說 你是律師來的 告我 我覺得我們現在的確和病毒對峙 因為每天都要兼顧你的健康 都不知道外出會怎樣 很多時我用幽默這場像 都是提醒大家 其實真的每件事都不同層次 可能這一刻你覺得很擔心要找口罩 我反而覺得 我還擔心口罩怎樣配衣 今天是綠色 但我沒有綠色衣 怎樣配好呢 令大家覺得 其實口罩都不只是一樣東西 有很多東西玩的 幽默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有 只不過你找到那個角度 其實我們日常生活很多趣事 可能你那一刻做完就忘記了 但反過來想回家裡很有趣 例如我們現在都戴口罩 我相信夏天的時候 可能大家照著戴口罩去沙灘玩 你想想曬人太人之後 這裡黑這裡白 多有型 其實我們全城抗疫的時候 大家都很嚴肅 很緊張 我明白的 但這個競爭就像一個香港人的精神 就是我們每天出到街 都要贏這個遊戲 而我很有信心 我們一定會贏這場戰 我想跟香港人說 約定大家 我們脫下口罩的時候 一起笑 我們在電視的音樂 我們在電視音樂裡 我們會看到 超級相關 我們在電視的音樂 有分鐘的電視 我們會看到